早安 哈囉大家好 我是桑杰 這次呢我來到高雄來獨履兩天一夜 想要來點不一樣的新鮮感 那這次呢很開心可以收到 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理的邀請 讓我們來體驗高雄觀光圈的創新遊城體驗點 我先去取早 才會餓死了 因為我早上不知道吃什麼 所以在Google上面每一家點開來看 就滑到了這家竹竹手工蛋餅 看上去用粉漿去做的 我覺得如果你喜歡吃粉漿帶餅 帶一點Q跟厚度酥酥脆脆的話 那你也會蠻喜歡的 我現在進來這個維肯茶藝要來體驗泡茶嗎 對 泡茶 維肯茶藝是由專業茶藝師所開設的 提供專業泡茶體驗與教學 品嘗茶藝的同時也可以獲得相關的茶學知識 首先會先讓我們選想喝的茶 如果有選擇障礙的話 老師也會非常熱心的根據每個人喜好 推薦不同茶種 這次我選了無鹽茶類型的茶款 老師會先示範沖泡一次 接下來就會換我們沖 OK 都可以倒了嗎 對 然後開一點點口 90度轉手腕 好嗎 WOW 是在你的口茶裡面 哇 蘭花香好精準喔 很細的花香 對 很明顯的飽滿度很高 老師我忘記他們叫什麼意思 金萱烏龍 小葉紅茶 沁香烏龍 雲南小青甘 然後它這邊很酷的是 它的那個冰塊啊 全部都是用茶冰磚製成的 所以茶味是一樣不會變形 對 那是老師嗎 對 好啊 然後大家跟你說 謝謝 謝謝 可以聽老闆說 他們這邊很常會有外國客人來 專門喝茶 我覺得把台灣的茶發揚光大 我真的覺得很棒 我覺得也是愛喝茶 又想試看看泡茶 雖然你還停留在過去那種 老茶館那種阿公泡茶的印象的話 你可以來試看看 它在那裡喝茶的時候 又覺得特別便宜禁人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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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人了 好啊 滿滿的比基尼牆 海邊的服飾用品 我覺得是 是我的天堂 我要吃給它 這家的泳衣叫Surface 我已經有好幾套了 我有這一套 這套 叫這套 皮亞娜雪菜 哇 它這個是粉紅海浪的形狀 在這套牌上 太可愛了吧 唉唷 這邊有兩隻狗狗 萌萌好不好 萌萌好嗎 萌萌好嗎 萌萌 你有沒有巴黎狗狗 萌萌 你一起交換好不好 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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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萌萌 萌萌萌萌 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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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好可愛喔 但它這個小珍珠還有不同的光滋感 那這個就偏粉紅 這個就比較滿光的 那我真的不知道要學哪一個 這邊就是西子灣海水浴場 不可能這麼爽吧 大學就要海的旁邊 不可能吧 我們也要去讀 這個夕陽也太美了吧 來 你們看看那邊還有 船在過去 好可愛喔 我吃飽了 我跟你們說 這間呢 真的CP值太高了 它不管什麼肉定價都280 然後蛤蜊我有算過至少12顆以上 然後加冬粉高麗菜 老闆還一直問你要不要要不要 就一直一把一把一把這樣子加 白飯也吃到飽了 到底280要賺什麼呢 我覺得不能說它非常好吃 但是它CP值真的很高 然後我在邊吃飯的時候 剛剛就想說等一下要去哪裡 因為現在吃飽才7點半 我覺得回去好像有一點太快了 那上面一個懶珠呢 我覺得 我等一下應該是可以去個酒吧 稍微耍廢一下吧 我現在來到芝芝姐推薦的酒吧 它在看來飯店的某一樓層 看起來有點高級 心地會晃 那我覺得有帶一點複補的感覺 水分太好吃的 水分太好吃了 水分太好 點這個 裡面有蘑菇就掉 跟從糖看露水的時候聽起來好像很酷 好吃 謝謝 我們上面的這個它是用紫蘿蟹 裡面包的是泰式的肉條 還有我們自己煎的蘆水 蘆水跟水的味道好重 他除了清爽之外還帶一點氣泡感 超讚 我跳了 我跳了 雖然說它是用鍋本 不會是自己弄的 可是我覺得它整體的酒感是輕鬆的 可能是有量酸雷糖的問題 蜜劍的醃漬的感覺 但我比較喜歡裝Night Bay 各位 現在是第二天的早上 我們現在來到了美濃 我想說來美濃看看好了不然一起帶市區 加醬油膏吃嗎? 我以為是會加這個啦 那我是加這個啦 木瓜飯呢 它是用青木瓜跟熟木瓜 然後直接那種印度中間的 我還不能吃之後它去煮 然後跟帶那個 我們在一起再把它煎到裡面 裡面的美濃的特材 你看人家大以美濃嗎? 但是來看起來有個味感 在外面又酥酥的 對 然後還有英文堂酥 喔 這有三家 它賣通報館 我以為是到處都有 沒有 然後謝謝大家 我現在來到一間冰店 它長得非常古早味 OMG 這個是他們的菜單 我覺得很酷的是 它右邊還有GAMMA醬 這一整排全部都是綠件 這邊有什麼推薦的口味 雞蛋牛奶 雞蛋牛奶冰 那我一個這個 好 那我一個這個 好 東本冰果市創了原民國五月三年 特殊比例調製的清冰是使用特級天然糖水 而且還濃於香蕉水來製作的 至今仍然堅持傳統匯方 成的美濃在地人追 懷念的那份骨灶味 各位 真的就是打了一顆蛋黃在清冰的中間 然後在淋上之間 就是簡單的就是三樣東西 竟然是本店賣最好的 然後我現在有一點嚇到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 冰箱面竟然有生雞蛋 這件事件 好 老闆說呢 打在一起 完全沒有生雞蛋 想像中的那種可怕的感覺 它就是一個很淡的點子而已 跟我想說完全不一樣 滿值得大家來嘗先看看的 沒有吃過這個東西 五爪味紅茶清冰 欸 我喜歡欸 它那種很純正的 可怕的那種紅茶 帶點清冰的那種甘甜 沒有想到這樣大家可以這麼好喝欸 我到現在還在那個 雞蛋清冰的正經裡面 但是我沒有說它不好吃 但我真的覺得是非常酷的東西 大家真的可以來試看看 真的很酷 我現在來到了祈堂農創園區 它叫東九道之役 裡面有一些不同的倉庫群 像這邊有一棟 那邊也有一棟 它就一棟一棟的這樣 然後裡面都是各自不同的東西 但是我今天來到這邊 我是要來去體驗一個叫做 玻璃推廣教學中心 那我們就進去吧 這裡是由學習玻璃工藝三十多年的陳師傅 使用廢棄玻璃瓶創新工藝再利用 且有安全性高 而且又能達到環保循環的觀光體驗 而這邊最有名的就是 柏窯 只要畫圖在玻璃上 並使用微波爐窯口 就可以創造出自己獨硬無惡的兩棟花紋喔 這是玻璃 對 我們微波爐裡面 是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再上去 哇真的像微波爐欸 是 轉十分鐘 而在等待的同時 我又來體驗 如何把廢棄的羊奶瓶做成紅酒杯 現在要把這個牛奶瓶的上蓋 跟下面的胖胖瓶把它變成這個樣子 紅酒杯的感覺 然後不要讓它流下去 哇 流下去了 破了的杯子做好了 我回去真的要拿來裝酒啊 喝 請你往上升喔 好讚 有沒有 很美 去我的作品喔 好可愛喔 那這兩天呢 我覺得過得非常充實 我根本就是在這兩天一次體驗了 我已經從來沒有體驗過的事情 有狗狗 有狗狗 狗狗 那我這幾天體驗的微肯茶葉 還有東門冰果石跟流創公園 全部都是由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所輸到的 高雄觀光圈創新遊城體驗點 總共有十個景點 我會把所有店家都放在資訊欄 以後來高雄就可以來參考一下 跟別人不一樣的創新玩法喔 那如果想再看我去哪裡讀雨的話 記得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喔 開啟小鈴鐺 再開啟的話 記得跟我IG就這樣喔 我也非常感謝你 那如果想知道更多我的個人生活的話 記得一定要追跟我的IG喔 好啦 我們去IG影片再見 拜拜 回家 回家